海澜珠 你回来了 回来了 累坏了吧 快到帐篷里歇歇 你有什么话要跟我说吗 没事 就怕你累着了 我不累 大附近 奶妈 你先进去 怎么 看到我就这副面孔啊 没有 海澜珠不敢 我今天是来给你道喜的 道喜 看不出来你这个小姑娘还挺有福分的吧 大夫妻 我不明白您在说什么 我今天是来恭喜你 你马上就要飞上枝头变凤凰了 芒谷斯贝勒要把你嫁给讹者台积了 什么 你马上啊 要成为查哈尔的太子妃了 这不 让我来接你回克尔庆去呢 这些都是给你准备的衣服 你快把这身破衣服换下来吧 大夫妻 我不去 我不嫁 什么 你不嫁 是的 我宁愿待在这偏远的一角 和奶妈过着粗茶淡饭的日子 你存心给我杠上了是不是 没有 我不敢 只是我人间命薄 想不起这种服 人间命薄 给你脸不要脸是吧 韩兰珠 你怎么了 奶妈 我没事 你进去吧 好 没事的 没事 求求大夫妻 求求大夫妻放了韩兰珠吧 这孩子从小就已经吃了很多虎 求您放了他吧 求求大夫妻 你自己好好掂量掂量 你要是不嫁的话 明天就别想见到这瞎眼奶妈了 大夫妻 来人 给我带走 不要啊 奶妈 韩兰珠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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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好照顾自己啊奶妈 我的孩子 照顾好自己啊 韩兰珠啊 奶妈 你们都给我出去 出去 是啊 是啊 你是谁啊 谁让你嫁过来的 谁让你来查好耳道 你以为你是谁啊 你不过是大悦儿的替代品而已 是别人挑上的烂货 芒谷斯这个老花头 不敢把大悦儿嫁给我 却塞了你这么个烂货给我 韩兰珠 你要是不喜欢我 你就放了我吧 放了我 放了你 哪有那么容易啊 芒谷斯是怎么羞辱我的 我要在你身上 一样一样的清酸 哈兰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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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奶妈 我的哈兰珠 奶妈 是谁允许你新来的 跟我滚出去 台琪 求求你放过哈兰珠 求你不要伤 滚开 儿子 你不要伤害奶妈 有什么火灯我发就好了 好 你替他求情是吗 我让你求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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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打了 让你替他求情 求求你别打了 让你求情 你给我滚开 爸 奶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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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兰珠 奶妈 你怎么了 你是两个贱货 你给我好好在这待着 海兰珠 奶妈 我可怜的孩子 奶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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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汗 您找我来有什么吩咐 托儿鬼 身体恢复得怎么样了 托大汗的红服 我没事了 坐 你还记不记得 一年多前 就是在这里 我曾经给过你一把刀 记得 你记得你拿着刀说了什么吗 我说 从此拼杀疆场 进攻立业 还有呢 辅佐大汗 振兴我大惊 你的记性很好 多尔管的誓言 句句都刻在心里 好 害不害怕 怕什么 重返战场 爱心觉罗家族的男人 从来就没有怕过 好 好 我现在要交给你一个任务 玉儿 来 大汗 这是姑姑给您熬的参汤 玉儿 把我的锁子甲拿来 多尔管要出征 让他穿去 是 多尔管 你跟豪哥 一定要盯紧阿敏 我知道这个任务很棘手 我也不敢派别的贝勒去 依阿敏的性格 到时候内讧都有可能 如果他那样的话 会影响到整个发明大局 不管怎样 打了胜仗再说 是 上战场的时候 一定要穿上的 千万小心啊 别再让大汗为你担心了 谢大汗 对了 芒谷斯贝勒 是不是从克尔沁带来特产了 是的 别走了 一起吃晚饭 来 十四弟啊 你八嫂跟你说了你们亲事 大汗 这是在家里 别见外 还跟以前一样 叫我八哥 八哥 八嫂 这婚事 我还不敢考虑啊 难道你不想承家立业 八哥 在没有建功立业之前 我暂时不想考虑 承家立业 承家立业 当然是先承家后立业了 这建功立业也不在于朝夕啊 男子汉 要拿得起放得下 你别嫌八哥啰嗦啊 这事呢 就全交给你巴嫂 来来来 大家吃饭 鱼儿 来来来来来 吃饭吃饭 谢八哥 鱼儿 冻筷子 鱼儿 这一年来 你还好吗 她对你好吗 挺好的 听说她还给你修建了玉春院 她还真有心 你别多想 你受了 你刚才不应该拒绝大汗的好意 除了你我谁都不想去 这辈子 我不会再娶别人了 你这是何苦呢 我的心烧过一次痛过一次 成了灰野全都是你的 鱼儿你知道我的心 每日每夜都在受煎熬吗 我知道 老天爷为什么要这样捉弄我们 让我们相爱 让我们眼睁睁的看着对方 明知道对方的痛 却不让我们靠近 鱼儿 别回头 朝前看 我们都要坚强的活下去 可这种痛 我们还要忍多久 忍多久才是个头啊 鱼儿 你是我的一切 曾经是 现在是 将来肯定也是 你知道我多少次在梦里见到你 我不想醒来 我宁可这样死在梦里面 我也不愿眼睁睁的睁开眼睛 发现自己还醒着还活着 看着这空长大的屋子 别说傻话了 我们当然得活着 不然之前我们所受的所有的苦 不都白费了吗 我要你像个真正的英雄那样活着 我保证 我一定像个英雄那样活着 这次出征修罗 对你来说是一次机会 你一定要好好把握 我知道 目前的局面 我们谁也改变不了 你知道黄太极为什么让你去吗 为什么 是为了考察你对他的忠诚 所以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面 你必须要对他忠诚 知道吗